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典你新的一个主日 新的一个礼拜 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新鲜活泼的恩典 把新的怜悯之爱充满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 主我们来仰望你 愿你接受我们的敬拜 也恳求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 开启我们 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认识你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好叫你自己的百姓 知道在这罪恶苦难的世代里面 准备来侍奉你 祝福我们您听讯取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能够跟大家再一起来敬拜 真是很好 谢谢 没有想到可以那么快就可以站讲台 前三天还通得不得了 问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站讲台 他就跟我讲说你干嘛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 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侍奉 是印证神的信实 他的菜联盟跟你们的爱心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从三月份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 就要进入到马可福音 特别是我们要查考马可福音中 耶稣的使徒性侍奉 耶稣的使徒性侍奉 希望我们所有神 都能够起来学习耶稣的使徒性侍奉 到底什么是使徒性的侍奉 使徒性侍奉现在各个地方都在传讲 那到底我们教会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使徒性 先知性的教会 到底什么是使徒性的教会 那要了解使徒性的侍奉 最先开始的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使徒 使徒希腊文 Apostolos Apostolos就是奉差遣的人 直接的翻译是奉差遣的人 也就是奉上帝的旨意所差遣 去做上帝所指派工作的人 所以奉差遣 做上帝的功 做上帝的仆人 就是所谓的使徒 新约时代第一个教会的使徒是谁 应该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差遣到世界上来 建立他的国度跟教会的 上帝真正的仆人 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 所以我们要学习使徒性侍奉 我们要看耶稣的侍奉是什么 到底耶稣使徒性侍奉 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的job description是什么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 预备 请 耶稣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上帝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境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所以上帝差遣到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他做的最重要 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传讲天国 传讲上帝国的福音 也就是传讲上帝国的好消息 今天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使徒性侍奉 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上帝国的福音 要先把这个弄清楚 那你要知道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好消息 上帝福音的好消息 你要知道好消息之前 你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坏消息 你不知道坏消息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 举例子 对学生好连功课被荡掉 死荡了 突然有一天 教授回心转意 让他过关了 对这个被荡的学生是什么 好消息 没有荡 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 没有什么 对他没有什么感觉 对一个得到癌症的病人 或得到COVID-19的一个病人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新药出来说 这个非常有效 免费的送给你 没有任何副作用 对生病的人来讲 就是一个什么好消息 对没有癌症 没有COVID-19的时候 也不错啦 可是感受就没有那么的什么呀 深刻 对失去工作的人来讲 找工作找不到 突然有一天工作来找他 对他来讲工作 得到工作就是什么 就是好消息 对已经有工作 而且很喜欢自己工作的人 突然有一个工作来找他 那倒不一定是很好的消息 对一个要想瘦身的人 突然有一种方法 是没有副作用 有功效 而且持续不断 对胖子来讲 是好消息 我们家就有几个是这样的 可是对一个瘦子来讲 你告诉他瘦身的方法 他可能不太有感觉 所以当我们传讲天国福音 天国好消息的时候 你要知道到底活在人当中 人的坏消息是什么 到底人家碰到什么样的坏消息 注意 人家在犯罪堕落之后 就开始完全改变了 跟堕落之前完全不一样 在堕落之前 在伊甸园里面 人的生活是什么 是一神之下 怎么样 万人之上 他拥有权柄 可以享受上帝给他的万事万物 而且他可以管理 他有权柄 管理 权地 所有的 人事物都是过他管理 他是世界的王 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 人就把亚当夏娃就把权柄 让给了谁 让给了撒旦 撒旦就成了世界的王 撒旦得到权柄 就开始来压制压迫 虐待亚当跟亚当的子孙 用罪 用疾病 用纷争 用痛苦 用死亡 来挟制人 罪跟罪的咒诅 就因着人多了之后 被撒旦所使用 罪跟罪的咒诅 临到人 让人就活在 无止境的痛苦里面 这是坏消息 但上帝 猜浅他儿子来 要宣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要废掉 打破 撒旦 除去撒旦的工作 除去罪恶跟罪的咒诅 让亚当 以前所失去的 权柄能力跟处 全部都回来 回到上帝 造人之先 所要给人的自由 喜乐 富足 健康 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除非你了解 什么是外交消息 所以 耶稣基督来 要报给我们一个 天国的福音 那天国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可以 走出黑暗 走出疾病 走出痛苦 跟死亡 走出魔鬼撒旦 加在人类身上 一切的瑕疵 让人可以得到自由 让人可以得到自由 这叫做 天国 上帝国的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 按家庭主流话 事实上就在讲 伊甸圆的光景 要人得到 在地上 就可以享受 天上的福气 享受健康 享受 和乐 享受 富足 这就是 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好消息 让人可以走出 撒旦的挟制 得到自由 让人可以走出 疾病 痛苦的挟制 得到健康的生命 让人可以走出 纷争 嫉妒 骄傲 争吵 冲突 进入到 和乐 和谐快乐的关系当中 让人可以走出 贫穷 无奈 不满足 还进入到 富足的里面 这是 天国的好消息 耶稣来 就要宣告 真正的自由 宣告 人不再受挟制 宣告 人可以得到健康 人可以得到和乐 人可以得到富足 这样的好消息 所以 我们看第三段圣经 意思说 我若靠着上帝人赶鬼 就是上帝的果临到你们 意思说 我们是活在 撒旦的国度里面 当耶稣来 把另外一个光明的国度 带来的时候 人脱离撒旦的捆绑 赶鬼 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 光明的国度 这叫做上帝的果临到 耶稣医治病人 把病人从疾病里面 拯救出来 进入到健康 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 这叫上帝的果临到你们 上帝的果 不只是外表的 上帝的果是可以改变人内心的 有人问上帝的果在哪里 在这里在那里 耶稣说上帝的果在哪里 不是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的心里 上帝的果不在乎外面的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有没有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上帝的果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圣灵中的喜乐 他讲到上帝的果 是讲到另外一种国度 是人的心 人的心被仇敌所挟制 就活在黑暗的国度里面 当人的心被释放 进入到上帝真理的自由里面的时候 进入到新的国度里面的时候 我们说上帝的果就临到 上帝国是我们的心 心改变 就完全从一个国度 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 当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 思想 言语 钱币 经济 各方面的制度都不一样 对不对 从一个国到另外一个国 对不对 不一样 那 当讲 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国 移民到另外一个国 一定要改变的是什么 心思念要改变 上帝国在哪里 上帝国在人心里面 上帝的话 要临到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 上帝的爱 要临到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 人的心可以是被改变的 这叫什么 悔改 悔改就是心思念改变了 从一种想法 进入到另外一种想法 从臭的想法 从悲观的想法 从瑕疵的想法 从被控制的想法 进入到喜乐 自由 平安的想法里面 情绪 思想 意志 得到一种完全新的更新 这叫做天国的好消息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不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他也要我们经历天国的福音 上帝的国在哪里 上帝国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不只是我们外面的感觉 而是我们里面 实质都要改变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传到他一病 他赶鬼 这些都叫做什么 天国福音的侍奉 使徒信的侍奉 使徒信的侍奉 就是传讲天国的好消息 并且让人经历 天国好消息的一种侍奉 所以紧接着 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完序之后 他来做天国的福音 传讲天国福音 那最重要的侍奉是这个 使徒信的侍奉 最重要的是这个 紧接着他就描述了 耶稣在安息是一天 所做的侍奉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 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 他那一天都在从事 天国的侍奉 他在安息日进入到会堂 宣讲天国的好消息 教训人有没有 然后就赶鬼了 就赶出鬼一世人 然后完了 敬拜完了 崇拜完了 以后马上就什么 到西门 彼得的岳母家里面 去祷告探访 去服事 又将西门彼得岳母的热病 给医好了 医好了不得了 加百龙全程的人 知道这个消息 全部都跑来了 因为他们要得好消息 到得医治 所以他们全部来了 所以在帮忙 弱的时候 耶稣就对全程的人怎么样 继续帮助他们 服事他们 合成的人都聚集 有没有 三十二节 耶稣 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 耶稣治好了许多 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的果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使徒信的侍奉 就是在传讲 让人经历 天国福音的侍奉 耶稣忙碌的一天 他都在从事 天国的侍奉 那今天 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 当我们传道 当我们医病 当我们赶鬼 当我们把好消息 带给人心 让人心改变 这也就是好消息 耶稣传讲 耶稣服事 是摸到人的心 他是有权柄的 而且 他是充满了爱 天堂里面 充满了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全能 也充满神的爱 耶稣把天国 从天上 带到地上来 这叫做 使徒信的侍奉 叫做 传天国福音的侍奉 那今天我们做 耶稣同样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做 使徒信的侍奉 前几个月有听到 我们 爱往基金会的东宫们 在西岸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有一个 东宫 年轻的东宫 他住了一个房子 碰到一个房东 房东 一个女房东 眼睛差不多全部是瞎的 然后去看他的时候 他说 他就跟 我们的弟兄说 他曾经请过 那个清水 什么祖师爷之类的 为他祷告 那些鸡桶为他祷告 一祷告 眼睛就打开 就看见了 可是因为功力不足 一离开 又瞎了 结果我们弟兄想到说 我们耶稣才能够做 完全一致的工作 我来为你祷告 为他祷告以后 祷告完就问他说 有没有看见 好像有点看见 假如是你 你敢不敢去做这样的事 你不要笑 敢不敢做 我们弟兄敢做 做完以后 他有一点失望 不过 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就离开了 有点失望 结果没有想到 过了一阵子以后 又碰到 他的女房东 他碰到又 女房东 很兴奋 告诉他 当你那一天 踏出家门口之后 我的眼睛就完全看见了 一直到今天 他兴奋起来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使徒训事说 把天国真正的 一直戴下来 不是看一下子 而是什么 一直看下去 这叫做一致 天国的事奉 是非常清楚的 是可以摸到人心 摸到人的需要 是能够解决人 痛苦的一种 事奉 今天我们想到 使徒训的事奉 我们都想到 这些大教会 大机构的主任牧师 所做的 其实我们的弟兄 在西安所做的 就是使徒训的事奉 阿们 他们传到一片赶鬼 他们不只是传讲 他们不只是服务 他们更是 带出全能的事奉 把爱 把全能带给 那个需要的地方的人 让人在地上 就可以开始经历 天堂的一点 荣耀的作为 荣耀的氛围 荣耀的经历在里面 使徒训事奉 是要我们 在苦难的世界 就经历 未来在天上 我们所会得到的 喜乐 上帝的全能 在地上就可以经历 这叫使徒信的事奉 所以当我们讲到 使徒信的事奉 不要想到 都是一些大牧师 一些机构领袖 也就是我们做 满满路 做很多事情 那不一定是使徒信的事奉 使徒信的事奉 一定是什么 要把天国带到地上 而且摸到人心 摸到人的需要 是有权品 有能力 有爱的事奉 上帝的国不在乎 吃喝 只在乎 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 喜乐 那是在天国里面 充满的爱 有义 居住在其中 上帝的义 上帝的爱 充满在整个天堂里面 当我们把上帝的全能 带下来 是使徒信的事奉 当我们把上帝的爱 带给别人 影响别人生命 这也是使徒信的事奉 今天农历年 回来 我听到好多很棒的 见证 家人改变的见证 淡凡的见证 关系 特别关系改变的见证 我就听到一个很棒的一个 我们北大真理堂 一位姊妹 一位弟兄 他们的见证 他们这一对夫妻 他们 每一年都要回婆家 回公公婆婆家 那公公婆婆过世以后 大婆抄家 大婆是 主导整个家的 可是他们很不愿回去 因为大婆在的时候 都会开始数落 他们家大大小小 大婆是非常严厉的 那是弟兄的哥哥 那所以 他们有一个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家里有一个 老大是女儿 老二是儿子 那他们就上两期 年没有回去 他们都不想回去 过年 你想被挨骂吗 不要嘛 不过 我们的弟兄 我们准备 好好脾气 祷告以后 就发现一定要回去 而且上帝感动他们 每一个人 四个人 每一个人都要写一篇 感念文 对大婆 他们就回去了 没有想到 除夕那一天 大婆就又开始放炮了 二十多年来 很多的话没有讲 今天一次讲完 就一个一个 数落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他的两个女儿 双胞胎女儿 就把阿欠爸爸 他的女儿说 不要这样子 我爸爸越讲越火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信耶稣 不拿香不拜拜 所以 他大哥心里很火 就开始数落他们很多 很多不知信仰事情 很多东西就开始数落 一个一个数落 数落到我们姊妹的时候 突然想不起来 我想不到什么 等一下再想再讲 显然我们的姊妹表现良好 很有见证 整个厨屑 吃饭 那个简直是什么 在冰窖里面一样 本来是年夜饭 很快乐的时间 就变得像冰窖 像地狱里面一样 就我们弟兄很勇敢 就说大伯 我们也有节目 我们要对你讲话 我们有感念文 要对你讲话 一个一个讲感念文 讲得真好 大伯很辛苦 现在我家里要抄家 真是不容易 可是轮到那个弟弟 小弟弟的时候 他很诚实 大伯的脾气真的很不好 但是他管教我们 都是有他的心意 都是好的 讲很诚实话 可是呢 也不忘记肯定 这是什么 叫做爱之语 造就变成 结果整个气氛 整个逆转 而且讲完感念文之后 紧接着 吉他拿出来就开始弹了 愿意又把祝福给你 保护你 愿意又把祝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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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全家都平安 亚人的祝福就出来了 弹吉他 哇 整个气氛就开始 开始嗨起来了 然后大伯说 就开始拿手机 找五十年代的明歌啊 他就开始弹了 哇 弟弟啊 你怎么那么会弹吉他啊 不说赞美 赞美的话也出来了 整个家庭的气氛 变成什么 从地狱又变到天堂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天国福音的师奉 是使徒信的师奉 是能够把整个家庭气氛 逆转的一种师奉 把天国带到地上的一种师奉 今天我们不是为主做这个做那个 今天使徒信的师奉 就是一个重点 就要把复活的主 把新天新地 从天上带到地上 让人听见 让人看见 让人感受到的师奉 叫做使徒信的师奉 是可以让人心变柔软 改变的一种师奉 日系版的上帝的过境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悔改不是抓到人 一直要他认罪啊 悔改是让人知道 上帝非常好 就离开抽屉的挟制 愿意柔软 进入上帝的国 从黑暗进入到光明 从心很硬 冰凉 变成火热 从纷争 从嫉妒 骄傲 纷争里面 进入到不以自我为中心 这叫做悔改 心思意念的改变 叫做悔改 使徒信的师奉 是可以把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话 上帝的爱 上帝的能力全体 带下来的一种师奉 是能够震动人心 改变人心 上帝的国 可以进入到人心的 一种师奉 阿们 这样弄清楚了 那紧接着就问 那我们如何 才能够进入到 使徒信 传讲天国 让人家经历 天国福音的师奉 里面呢 当然我们要看 耶稣的榜样 使徒信的师奉 是带下上帝同在 并且把上帝同在 带入到人心里面 改变人心的一种师奉 耶稣怎么做 我们看耶稣就知道 所以马可福音 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圣经那么长 耶稣那一天够忙碌了 安息日一早就到会堂里面 讲道 然后就赶鬼 完了以后 中午出来就到 西门彼得家里面 医治彼得岳母的发烧 热病 医好了以后 到出来 整个加百龙 就在他家门口附近 就开一个布道会 开布道会 所有病人都带来了 医治布道会 所以从早 培林 布道 一直连续下来 到晚上 耶稣够累了吧 他的灵力 他的体力 从哪里来 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说 我们今天又忙又累了 可是你看耶稣 从早到晚 他服事不疲倦 他的关键因素 在那里 我们看 一章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章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赤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 祷告 所以使徒信师父 能够把 全能 全爱 神的 同在带下来 又能够把 神的同在带出去 给别人 是靠着什么 祷告 耶稣 不是在地上服事 不是靠着他的神性 他是靠着圣灵 他是人性 他还是人性 他把神性摆在一边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为强夺 抓住不放 万岛 虚几 取得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旧人的样子 就存心卑微 存心束缚 以自己 使节 在十字架上 耶稣 来到世界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路加福音第四章 有没有 菲利比书第二章 都在讲一件事情 他是靠着圣灵 借着祷告 知取上帝的全能 全爱 才能够发动的一种侍奉 使徒信侍奉 一定是祷告的侍奉 我们的人的爱非常少 人的爱非常少 我们的能力非常少 就像一杯水倒在沙漠 一下吸就吸干了 可是借着祷告 我们可以汲取 从天上来的活水 神自己就是我汲水 他把他的全能全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做出 这么棒的使徒信 事奉 把天堂带到地上 把天堂带到人心 改变人心的一种事奉 今天所有被上帝使用的 神的仆人跟孙女 他们要做使徒信的事奉 他们一定都是祷告的人 特利沙修尼 她那么重的事奉 每天面对那么多垂死病人 她怎么做得到 她说一天开始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跪在那边 在水泥地上跪着祷告 祷告一个小时 她自己祷告 跟着她的姊妹们一起祷告 知取天上来的能力 天上来的爱 所以她才能够从事 使徒信的事奉 把天堂带给印度 那些贫穷需要的人 今天我们要从事 使徒信的事奉 的关键是什么 还不在我不在你的才干 才智 而是我们会不会 跪下去 祷告 知取天上来的能力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离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耶稣这样做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耶稣是 她的使徒信事奉 都是从她的祷告 事奉里面开始的 她每个事奉都是这样子 从祷告开始 从祷告中继续 从祷告结束以后 继续再祷告 五品二语的神机 我最喜欢讲的是 她那么忙碌 她到匡交野爱区退学会 那么多人来找她 忙碌的五品二语的神机之后 她前山中了又 她继续上山怎么样 祷告 你可以看到 耶稣的一生 是祷告的一生 上帝要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她的能力从哪里来 从圣灵来 从天父上帝来 因为耶稣是一个祷告的释放 我的殿要成为 万国万民 祷告的殿 这个我们经常传讲 但是在做使徒信事奉 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对我来讲 最困难的有一点 就需要那么多 那 是不是我都要去做 需要那么多 病人那么多 是不是每一件都要去做 注意哦 使徒信的事奉 是奉差遣的事奉 是神打发出去的事奉 主人没有要叫你做 你就不要做 主人要你做 你才做 所以使徒信的事奉是祷告的事奉 第一方面的意思 知取能力 知取权平 知取神的爱 可是使徒信的事奉 是祷告的事奉 第二个最主要理由是什么 是寻求神的拆派 跟引导的一种事奉 若没有被神所拆派打钱 你出去服侍的话 这叫什么 不只是做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没有能力 而且你一直做做做做 你有些东西并不一定讨神 喜欢上帝只要吃一碗稀饭 你给他弄满汉全息 这不叫做中心的仆人 这不叫中心的事奉 主要你做什么 你才能够做什么 耶稣在耶路撒冷 有一次医治 一个38年的病犯 注意在壁士大使旁边 那时候五个狼子 所罗门狼子里面 躺满的病人 耶稣有没有 每一个就去医治 没有 上帝叫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 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 十九节他说 我有看到父要做什么 我才做什么 这是耶稣做使徒信 事奉的秘诀 他是先来祷告 他最重要是体贴主的心 得到主的能力 他才出去事奉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事奉 我们很多的工作 我们很多的生活 在家里在资产 都是这样 我们都先做再说 先做了以后再来祷告 是不是 还是先祷告以后再工作 不一样 耶稣是先祷告 再工作 先问神 再工作 问神 大小事情求问神 我看见父做什么 我才做什么 每次想到这样的事 我就想到 我们一个属灵长辈 西安堂的串使人 台湾西安堂串使人 荣耀秀 荣教师 他有一次 他讲他的坚证 我很感动 他说有一次 马上十一点回家了 到家门口就有一个 有个便挑子贴在那边 有个弟兄跟他讲说 荣教师 我的爸爸生病了 请他祷告 有一件事情没有讲的时候 就请他去探访 他不好意思讲 就说 告诉他 我爸爸生病了 荣教师 他直接的传道人的职业反应 第一个是什么 应该马上冲出去探访 可是荣教师是一个祷告的人 是等候上帝人 他压制自己冲动 又祷告 问神说 主啊 我要不要去 我去 我应该怎么去 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去 我应该怎么为他祷告 突然 主说话了 说你去睡觉 我去探访就好 哇 自然主话话了 那太好了 那太累我就去睡觉了 就没有想到 过两天 这个弟兄打电话给他 他说荣教师 我的爸爸 身体好了 已经出院了 好的时间是什么 就是当管 病逝逆转 这样的师父好不好 好 太好了 你去睡觉 我去探访 可是我告诉你 我的经验常常是相反 我要去探访 神要睡觉 神是不睡觉的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一祷告 本来很不愿意接的 一祷告 就要接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都没有 我常常有啊 因为要找我的事情太多了 我非祷告不可 我要弄清楚 是神要我去 还是人要我去 耶稣 他怎么做 你看耶稣怎么做 他去祷告 然后我们看一章三十八节 很多人来找你有没有 我们看三十六节 西门和同伴 追着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怎么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耶稣显然怎么样 很受欢迎 加百龙的人 马上很快的一想法 是要准耶稣做 加百龙教会的主任牧师 耶稣有没有答应 没有 做加百龙主任牧师 好不好 很好 也是对的事情 然后你需要牧养 这个是耶稣没有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是跟着主的带领 跟着神的带领 跟着圣灵的引导 跟着异象而做 我是为这件事情而出来的 我是要奉差前 要走满整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地 我需要对这块土地的人 传讲天国老消息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 所以显然耶稣非常知道 他自己的角色 他的意象 所以我们教会非常强调 意象就这样 你的意象 神给你的多福 会决定你的大小事情 怎么决定 耶稣是这样子 荣教师是这样子 我们要学习 最困难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祷告 神要我们去做 我们不去做 我常常会碰到这样 比如说有一次 我七八点回到家 好累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弟兄跟我讲说 杨哥 我的太太 圣节史 明天要到荣总去碎石 请我为她祷告 那当然在电话里面 我会祷告 可是祷告 我心里在祷告 说主啊 我要不要去探访 我去睡觉 孩子去探访 你们说 去探访 突然又说你去 而且你要带油去 我通常为病人祷告 不一定每次都 为病人抹油祷告 那一天神特别感动我 不止去 还要带着橄榄油去 那我去到大家 对她宣讲一点神的话 做一点见证 为她抹油祷告 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我接到我们弟兄的见证 接到我们弟兄的电话说 杨哥 我太太的圣结石石头排出来了 今天不用碎石了 嘎仔 前一天有趣 使徒献的侍奉是什么侍奉 是放下自己的意识 接受上帝意识的一种侍奉 是一种尾声 是一种舍己的侍奉 所以使徒者 使徒也 有人说使徒就是要死 我们的耶稣 祂顺服上帝到最后一个地步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有没有 祂最大的顺服是什么 上十字架 他说主 倘若可行 就像这杯车序 但不要从我的意思 乃是要从你的意思 所以使徒信 侍奉最难最难最难的是什么 你愿不愿放下你自己的意见 你愿意接受上帝的意见 这是最重要的 使徒信的侍奉 我们不要祷告 我们祷告 是要不只自取能力 自取权品 自取神的爱 我们祷告 是要弄清楚神的意思 祷告也不只是 在灵修的时候祷告 不只是在RPG 祷告的时候祷告 而是随时随地 祷告体贴圣灵的意思 这叫做 使徒信的事后 使徒信的事后 是要随时体贴圣灵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一个月以前 有一个弟兄 就跟我分享 跟我们小组弟兄分享 说 有一个主日 就上个主日 一个月以前上个主日 他早上灵修 早上灵修 哇 真是很棒 早上灵修 祷告 敬拜 神对他说话 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 可是一离开 灵修的房间 碰到太太 太太就开始 讲一些 比较是complain的话 就说 他每个礼拜都 没有办法 好好听到 只听一半 不像你的弟兄 又能够灵修 又能够聚位 又能够这个 又能够那个 言下之意说 我做太太 是很辛苦 想没有奥同的 初学的侍奉 不像你 你都没有帮忙 假如你是弟兄 你怎么反应 我们的弟兄 好像从天堂 又掉到地狱一样 很难过 弟兄难过 通常是怎么样 不讲话 姊妹难过 通常是什么 乱讲话 大概是这样子 弟兄姊妹就贴着嘴 不讲话了 就冷战 不讲话 全家就坐车来了 常常在崇拜之前 就有这种戏 一再的演出 这叫做属灵征战 OK 他在教会的时候 那天参加崇拜信息 没有想到神对他说话 他发现他的劳火太强 赶快跟他太太道歉 他太太也赶快赖他说 那天早上只是想发泄一样 你知道吗 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整个家就得到一致了 很短的时间 整个家又从地狱 又跑到天堂了 这是什么 使徒信师奉的关键 就是要舍己 要委身 对上帝 跟上帝对齐 然后跟人对齐 然后我们的家 就可以变成天堂 使徒信师奉 是传讲天国福音 经历天国福音的一种师奉 使徒信师奉 是把天国天常 从天上带到这苦难 充满罪恶 充满罪的 做主的世界的一种师奉 使徒信师奉 更是一种 心对心 心对心的一种师奉 就是我们的心 要对上帝的心对齐 被他的心抓住 然后去做奉差 前去做上帝 要我们做的事情 并且去体恤别人 体恤那些受挟制 受压迫人的心 然后要把天国的全能 天国的全爱 把神的同在 带给那些受压制人 在苦难当中人的一种 事奉 我们要这种事奉 一定要祷告 有一种祷告 特别能够帮助我们 从事天国 传讲天国 经历天国福音的事奉 就是禁食祷告 因为禁食祷告是什么 刻苦己心 就是把我们的心 拿到什么面前 要对付我们的老亚当 对付我们的肉体 选择上帝的心意 让我们的心 可以再次跟上帝对齐 让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侍奉 让我们的家资产 都跟神对齐 让我们也可以跟人对齐 好叫神的同在 能够降临下来给我们 也能够透过我们 能够去服侍我们的家人 服侍我们资产的同事 服侍我们的同学 服侍我们社区的 邻里的朋友 这叫做 使徒信的侍奉 你想加入这样的侍奉吗 我邀请你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满心感谢赞美你 在这特别的日子 就是复活的主日的时候 我恳求你 把更新的灵 再次放在 每一位 你自己的百姓 的心中 愿主的灵 这是高摩我们 让我们心跟上帝 跟我们的主 跟圣灵对齐 好叫我们的心 也可以跟人对齐 并且能够把你的全能 把你的全爱 带给这苦难的世界 许多有需要的人 就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